欢迎大家回到现实人生回到现实世界节目开始之前呢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11月16号嘛 去年11月19号大家投了那张票嘛 所以差不多要一年了 所以那张票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所以我们这几天呢 我们都会渐渐的来围绕呢 我们去年头的那张票呢 来讲一讲啊 安华呢 已经在那个San Francisco了 在那个San Francisco 已经进去那个AirPad的会餐了 在那边开会了 我们也知道嘛 今天的大事件呢 就是习近平跟那个拜登 在那个San Francisco的 那个Feloli庄园呢 他们两个人见面了 那么讲到这个安华嘛 老马呢 真的是一个预言家 老马呢 猜对了 老马讲对了 老马那天在凯里的节目呢 他讲安华呢 他讲安华这个人啊 你们都不要跟我相信他 安华这个人啊 见人讲人话 下一句你们知道 见人讲人话 见鬼讲鬼话 见外星人讲外星人话 见畜生讲畜生话 见男人讲男人话 见女人讲女人话 见犹太人讲犹太人话 见那个穆斯林讲穆斯林话 见华人讲华人话 见老马讲老马话啦 老马的确是很生气的一点 而老马讲的东西呢 还真的是真的啊 安华呢 还真的是见人讲人话 而且他做到太明显了 而这几天的那个翻转啊 你们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刚刚跟那个伊兰的总统呢 两个包包轻轻洒扬下呢 现在他在美国做什么知道吗 美国跟那个谷歌签合约哦 美国跟一大堆那个犹太公司的老板在一起哦 谈了很大的生意回来给马来西亚哦 真的是哇 他们的那个内心呢 真的是很崩溃 当然哦 如果你是投票的人呢 那天你投了那个票呢 给那个团结政府啊 那个安华的人呢 啊 我看你们就好 好利感赞啊 那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听我们富州话讲的句话啊 啊 那个DNAE啊 啊 啊 富建人应该听得懂啊 DNAE你们应该懂啊 幸亏没有损一个DNAE做那个首相啊 跟你讲啊 幸亏这个首相没有DNAE啊 我跟你讲啊 啊 啊 这个首相没有DNAE就是好了咯 我跟你讲啊 只要这个首相DNAE啊 我们就惨啊 啊 为什么知道吗 啊 啊 啊 我们讲成绩啊 才一年了吗 一年我们讲成绩吗 OK 一年以来团队政府得罪了谁 啊 你们列那个清单给我看 得罪了谁 啊 安华得罪了谁 哎 找真的找不错啊 啊 整理地球上他 没有得罪到人哦 啊 是不是 幸亏手相没有DNAE啊 我跟你讲啊 啊 表着手相DNAE我们就完蛋了啊 但是呢 老马不同哦 老马的思想呢 是非常非常偏激的 非常非常激观的 你们没有 你们没有看那个老马挺哈马斯啊 听到啊 听到他的那个 给他删除掉啊 啊 老马呢 他是非常偏激 非常极端的 他对什么人呢 他一直在散布那个仇恨嘛 啊 你看老马得罪的 他印度也得罪 巴基斯坦也得罪 等一下 巴基斯坦也得罪啊 啊 中国得罪 美国得罪 啊 伊斯特列得罪 巴基斯坦不会得罪不了啊 你看他什么 什么他可以得罪的人都得罪 朝鲜也得罪啊 等下澳洲也得罪 等下那个什么 哇 老马 老马做手相呢 这个国家就完蛋 马来西亚呢 你叫马来西亚搬出地球啦 自己找一个星球建立马来西亚啦 马来西亚不用在地球上面啦 啊 而安华上台这一年来所做的事情呢 就是这些老马 给这些老马搞 搞垮的这些关系呢 安华一个个去恢复啊 啊 一个一个我们看到安华这一年来呢 通通去恢复 啊 所以我们看那个安华讲话呢 啊 大家就很满意咯 啊 只有老马不高兴啊 老马讲你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 啊 安华讲 中国 当然要支持中国啦 马来西亚没有中国 那里可以啊 啊 啊 去到美国呢 哇 这个美国啊 真的是 太好了 这个我们真的很需要美国的支持啊 啊 这个有美国 我们马来西亚才会进步啊 啊 去到那个伊朗那边呢 存力支持 那个巴勒斯坦 严力谴责以色列 啊 等下去跟那个犹太人的公司呢 哎呀 这个我们马来西亚的社会啊 是多元民族社会啊 我们这个 好啊 你们来马来西亚投资 绝对安心 没有既观主义 没有偏激主义啊 啊 老马讲他真的是见人讲人话 什么人都可以啊 所以呢 讲到这里呢 各位大老板呢 你们做生意的 你们应该 哇 这个手下没有点难以 这个好的 做生意的人就是这样子吗 啊 见人讲人话 见鬼讲鬼话吗 啊 这样子呢 就是 就是 like a business man 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啊 啊 你手下去到处得罪人 我们都不玩了是不是 啊 好来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那个手下在美国的新闻啊 所以他们讲安华不好呢 因为安华上台这么久呢 没有出现任何的敌人哦 安华也不去塑造任何的敌人哦 不像老马这样子哦 老马自己做不好呢 那华人害的啊 做不好呢 那印度人害的 讲自己啊 啊 这个做不好呢 那美国害的 这个做不好呢 那新加坡害我们 新加坡害我们啊 再做不好呢 啊 李光耀害我们 再做不好呢 林继强害我们啊 再做不好呢 陈彬害我们啊 再做不好呢 美国害我们啊 所以在老马的那个 他担任首相的那个生涯当中呢 他就是一段 不断不断不断的讲别人害 不断不断的塑造这个外敌 所以使到很多人呢 哇 很清楚 以为说这个首相呢 只要他首相骂美国 这个首相就是好 首相骂印度 这个首相就是好 首相骂中国就是好 首相骂新加坡就好 首相骂土耳其也好 首相骂澳大利亚也好 他在首相骂 骂谁啦 啊 总之首相会骂人呢 那个首相就very good 这个就是我们大马人的 智慧的那个悲哀 这样子做下去 我们完蛋了 我们要搬搬出地球了啦 我们自己去火星建一个马来西亚啦 还好呢 安华完全不是这样子 安华呢 是什么人都可以啊 什么人都可以谈啊 什么人都一样重要啊 所以这一点呢 跟老马呢 跟老马呢是背道而驰 所以讲说马来西亚要改变呢 就要一个呢 跟老马的concept呢 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人 啊 所以你看那些极端主义者呢 他们一直煽动那个中国跟美国的仇恨嘛 啊 讲到最后 习近平不是要跑去美国见拜登 啊 拜登也是要请习近平吃饭 啊 两个真的打起来嘛 啊 啊 两个真的打起来呢 我们也完蛋了跟你讲啊 啊 那时候鸡蛋一粒啊 6000块啊跟你讲啊 那些人卖一包啊 2万块啊跟你讲啊 啊 他两个真的打起来的话 是不是 啊 我们都玩了啊 是不是 那不是开玩笑啊 啊 所以你看 安华呢 他真的立场做得很坚定 但这一点呢 你们11月19号呢 去年11月19号 投了干票日子的了 他没有亲向中国 也没有亲向美国 啊 因为我们都很怕这个 首先等下DNAE知道吗 DNAE他去亲中国 安华亲中国 我们哈贝斯要马来西亚完蛋了 安华去亲美国 哈贝斯 我们马来西亚完蛋 我们也哈贝斯 我们也完蛋 那 安华这样讲呢 哎 中国也很重要 美国也很重要 掌声鼓励 下次再投给你 啊 我们就是要这样的首相 啊 所以 甚至呢 安华讲马来西亚可以做中间人 啊 啊 你们要吵架是不是 啊 啊 啊 我可以跑跑去北京跟习近平讲一下 哎 不要跟拜登吵架啊 啊 跑去瓦杏顿呢 跟拜登讲一下 哎 要跟习近平啊 请他吃两仓啊 哎 这样子 这个才是我们要的首相啊 啊 啊 这样子才是steady啊 没有偏向任何一边啊 没有那个极端啊 所以他今天在那个Apex的会场呢 他就讲咯 啊 冷战思维呢 必须终结 你们还活在什么 还活在60年代啊 啊 老马就老马就活在那个冷战时代的 当然老马是冷战时代 的人嘛 啊 那个冷战时代的出生的人嘛 那个年代的人嘛 所以他的思想就是冷战咯 啊 中国跟美国就一定要打咯 啊 那个你你只可以跟中国 你不然就去跟美国 啊 你看安华呢 啊 他的思维呢 真的是 啊 人家在San Francisco 人家有拍那个视频啊 哇 老尾暗华走路人家都追不上啊 啊 所以他跟老马都是同样厉害的 啊 等下老马98岁走路呢 据说很多年轻人还慢过老马 啊 所以 啊 中国是否靠没有 盟友美国是同样重要 OK 这张 你们10月19号投的票值得了 你看啊 他其实在美国之前呢 你看刚刚在那个 那个Sutter Arab 阿拉伯呢 还跟那个伊兰总统呢 抱抱撒羊 等下又去美国啊 做生意的 啊 这样的人呢 才是我们要的首相啊 啊 他两遍都可以啊 啊 人家那个阿拉伯国家 很怕那个伊兰的 啊 你看这个马来西亚不怕伊兰 伊兰也很喜欢马来西亚的 啊 啊 你看 见王伊兰总统呢 啊 就跑去跟那个Google呢 今天签了一个蛮大的单啊 Google 然后那个 还有那个周兽子 在那边那个TikTok呢 那 啊 见了这些啊 你们讲他是犹太人公司 什么啦 啊 钱了蛮多的当回来 啊 你看 啊 见人讲人话 见人讲鬼话 啊 见鬼讲鬼话 这个就是老马不喜欢看到的 就是老马是不会这样做的 啊 老马支持 假如老马支持伊兰就支持伊兰 啊 或者他老马支持美国就是美国 他不会像安华这样子 这么圆滑的 两遍都可以的 OK 啊 所以安华就提醒大家咯 你们还在冷战是吗 你们这些人啊 啊 啊 你不要傻啊 不要笨啊 啊 谁我安华啊 啊 所以你看 他今天今天讲他的成绩呢 啊 中国投资也来了咯 啊真的是来了 啊 你讲他们车大炮 哎大炮车一下 那个钱真的有进来哦 真的是有进来 啊 啊 啊那个美国已经知道吗 啊 特斯拉已经开了那个总部吗 啊 还有更多的那些都进来了吗 那欧洲的投资呢 也来了很多 碰碰都来了 啊 你看 啊他 中国也行 美国也行 欧洲也行 台湾记讲的阿拉伯投资 阿拉伯投资接下来也进来了 那阿拉伯世界也行 什么都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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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 等了60年就是等这样的首相啊 啊 在一个不极端的首相啊 一个没有 我们走坏那个DNAE的那个首相啊 是不是 啊 所以 所以我们政治稳定 那我们的首相呢 啊 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呢 所以 为这个国家呢 促进我们的经济 蓬勃发展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看他们 但是人民呢 却跟不上那个首相的脚步啊 真的安华在前面走路 你一般人追不上的 我们跑马拉松 马拉松呢 一般人真的追不上 啊 那走很快啊 按他78岁啊 啊 你看一般人呢 啊 他就是这样子像老马这样子的 啊 很极端的 偏向那边 那你看 现在 现在人家一直讲嘛 如果你们再这样子抵制下去的话呢 啊 对于那些以色列呢 啊 我们 我们讲到什么 三 三敌八百自损一千 什么三敌八百啊 三敌国宋啊 啊 你们这样抵制啊 对以色列有什么 以色列在那边笑笑你们 在笑笑讲你们波头啊 跟你讲啊 以色列还在笑你们啊 自己打自己的国家 自己打自己的自己的 自己的 品牌自己打自己的方法 你看看在宋长元呢 啊 生意跌一半 啊 啊 生意跌一半 那只是华人给他们 order罢了 他们自己当然没有了 啊 叫他们下个月开始吃什么都不知道 我跟你讲啊 啊 所以你看 他当人民的思维 极端偏极的时候呢 后果就是这样子的 啊 这一次抵制唯一的好处呢 就是现在买米肉送麦克面 啊 啊 他叫大家再冷一点 改天买麦克面送麦克面 那麦克面没有买嘛 没有人买嘛 不可以买麦克面 你买麦克面 人家骂到你主动Sparta 你买麦克面 主动Sparta 他给你骂到啊 太过极端了 太过偏激了 是不是啊 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 啊 这样的行为 非常非常的不好 所以从海外的身上 大家学到什麽呢 啊 这个就是就是我们做做人嘛 做人要融融嘛 啊 人家吵架 他中国跟美国吵架 你你你不是进去天油加醋 不是跑去跟习近平讲 习近平讲 那个美国多坏啊 美国在以色列整个的 不是去去讲这个东西 啊 也不是跑到拜登那边讲说 那个习近平怎样啊 中国怎样啊 怎样什么 No 而是两边都要好嘛 你那边 而且呢 你还要去扮演一点呢 人家火气很大 你还要浇人水给他 浇人水给他 啊 这样子嘛 这个叫做做人嘛 做人之残情嘛 啊 这样才是一个steady的领袖 才是一个 一个懂得做人的那个领袖嘛 啊 好像上次老马得罪印度 印度不跟我们买那个油棕 哇 啊 那个你们的油棕 你们知道多惨了 啊 那个那个日子有多惨了 是不是 啊 老马是到处得罪人嘛 啊 所以安华现在呢 到处呢 结交朋友嘛 你看这一年来呢 啊 有哪一个国家讲马来西亚不好 有哪一个国家被马来西亚得罪 安华的政府得罪了哪一个国家 啊 还没有啊 啊 老马上次 上次做22个月啊 哇 老喂 那个简直是马来西亚的外交灾难啊 是不是 好了 啊 我们就那个安华呢 在那个San Francisco的那个会议呢 iPad会议呢 我给马来西亚带来更讨的那个消息啊 啊 各位观众朋友 所以这期的内容呢 大家什么想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下回见 我们下回见